好 那阿娜先生跟我們進一步帶大家來關心的就是這個忠實社論 他現在講到了民進黨的抹紅劇本 人民早就厭煩了 好 台灣的民眾呢 受夠了民進黨的抹黑跟抹紅的選舉招數 已經是從受騙經驗當中來覺醒 已經有了免疫力囉 所以來可以抵抗這個病毒的侵襲 可是一成不變的呢 就是民進黨遇到選舉 就要拼命在抹黑其他黨的候選人 不是發動人格毀滅戰 就是在猛扣紅帽 把競爭者打成了中共同路人 在地的協力者 那把民進黨裝扮成是抵禦中國侵略的一個正國神山 但事實證明就是民進黨見到影子就開牆 把改善兩岸關係的所有訊息都會扭曲成了 是中共在介入選舉的證據 純粹就是一種很遏制的選舉伎倆 每到了大選就要重演這一出 好像已經成了選舉噪音了 再也無法來哄騙民眾 好 這個呢 是忠實的社論 因為我們繼續要講到的 要來問這個大謙歌 就是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衍嘛 他不是在13號的時候 率團到大陸去嗎 行程大約有半個月 外界就在質疑說 這個時機點很敏感喔 好 那趙浩康呢 對此來反擊 他說 藍營一向都是關心台商的 那反觀綠營到底有沒有為我們台商服務過什麼 民進黨是不是又在抹紅 尤其潘孟安呢 他還酸說 夏立衍到這個大陸去 好像是在做季度報告 就是每一季每一季的報告 您怎麼看 我想民進黨每次在大選的時候操弄這個 芒果乾喔 就是操弄這種抹紅的這個細碼跟伎倆 其實我相信就如同忠實社論所提到的 台灣人民早就已經習以為常了 甚至已經麻木無感了 那麼特別是在這一場選舉裡頭 其實民進黨面臨了一個很尷尬的局面喔 就一方面他不希望這個這場 在這場選舉過程當中 民進黨面臨一個很尷尬的局面喔 就這個局面就是一方面 他不希望這場選舉變成是戰爭跟和平的選擇喔 所以民進黨的這個不管是賴清德 或者是蕭美琴都不斷的對外強調 說這個戰爭不是選項 戰爭不會發生 甚至他們三不五時的就拿起這個 習近平主席的談話說 並沒有對台動武的時間表喔 那麼很顯然的民進黨很擔憂 這場選戰最後真的會走向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因為他們深知如果走向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那麼他們就極有可能在這場選舉裡頭敗選了 因為不管是年輕世代跟中間選民 或者是這些淺綠的支持者 是如何願意支持他們 但是他們都不願意上戰場喔 所以當走向戰爭跟和平選擇 對民進黨來說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局面 這就是為什麼從選戰開打至今喔 他們不斷的強調他們當選之後 要邀請習近平來台 他們要跟中國大陸展開對話喔 那麼因此大家可以發現 這場選戰對民進黨是左肢右肅的 他們一方面不希望變成戰爭跟和平的選擇 可是他們一方面卻要繼續他們的抹紅的 這個戲碼繼續賣芒果乾 這個中間是有抵觸的喔 那麼因此他們現在 如果還有人在用抹紅的力度喔 然後來對付這個國民黨陣營 某種程度是抵消掉他們在 戰爭和平的這個問題上的 這個淡化所做出來的努力 那現在你就會看得出來 民進黨一方面想要抹紅 可是一方面又想要淡化 這個戰爭和平的這個因素存在 這會讓民進黨在這場選戰當中 比過去的選舉更難操作芒果乾 更難操作抹紅性嘛 所以對國民黨來說 其實根本不需要害怕喔 因為國民黨能夠跟對這個對岸 維持一個對話的管道 能夠維持一個交流的空間 這是國民黨的優勢耶 這是國民黨在帶領台灣 避免走向戰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優勢 這是民進黨做不到的喔 所以民進黨的政治 看著國民黨具有這樣的優勢 當然難免出來酸幾句喔 不過這樣的酸某種程度也反映出來 民進黨自己的心虛跟不足喔 好 我們待會還有問題 繼續請教大謙哥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進一段廣告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更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你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ragen 優點 點 電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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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